尊敬的法师们好,大家好 应顺基金会很感恩开人法师,原博法师,长慈法师,流物法师,和冠藏法师 在这七天的佛法度假为大家教授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 以及回答法友们的提问 我们也很感恩长慈法师,慈悟法师,周德真教授 分享任俊长老的正觉知音文集的文章 现在我们请开人法师为大家开始 这位法师,这位法医友大家好 我们时间很快,一个礼拜要结束了 这个就是有生有灭 我们在读导师的著作 每一次读都觉得好像重新再读一遍 都是百毒不厌 不过因为导师的学识太渊博 所以有时候会迷路 他的主题就会迷路 因为太渊博了 他的学识 讲一个东西就是他会附带很多 比较或者是一些领症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 所以往往很容易就会迷路 所以多读几遍呢 你会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自己这一次在读 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多 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国法概论 他的文章都是有浅女生 不过其实导师都是有 有这个周密的安排 所以其实再浅的文章 都是扣紧他的主题的 比如说我们第一章 虽然是总说三宝 其实他里面有讲到法有三种 有真谛法 中道法 解脱法 其实这三个法在导师的书里面 其实他就是尽行果 真谛法就是真实的法 就是实生地 就是尽 中道法就是行 解脱法就是果 所以其实这三种法 也可以呼应这个虚名长老的 这个权术的科判 所以其实他用很多善巧 看怎么来汇通全书的内容 都是可以的 其次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谈友情圣经 谈友情世间 或者是气世间 或者是杂兰的缘起 清净的缘起 那这些都是属于缘起之性 那也是 我觉得也是静的部分 静行果 静的部分 那圣道之性其实就是行 就是中道法 那最后就是正的圣道 那就是解脱果 所以其实导师的书 每一次读呢 自己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也可以通 那个也可以通 虽然没有人导师不在 没有办法印证 但是自己也是读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就是多文讯息的一个好处 越寻越黑了 但是这个黑是印象深刻 不是这个杂兰法的黑 那就是最后啊 因为我自己最近有在看一些诚实论 那我就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好 他希望呢 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在诚实论的卷十五 他提到说 我们修习法 修习法时到乃至 就是时间因缘成熟了 你自然就会知道 就是你不要管他休息多长 但是因缘成熟了 你就会知道果实 就出来的 也不用期待 也不用不急 那这个就是 一切都是因缘俱主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寄送 这个寄送呢 写得非常的清白 而且非常的好 他说 一分从失受 一分从失受 一分应有得 因为道有 同战道有 能够获得 一分自私为 自己私为 一分待失守 一分呢 是等待时间因缘成熟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寄送真的是非常好 就好像导师的一段法语说 我们就是 本待时间因缘 不管我们修 解脱到菩萨道 都是总手托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师长的这种文字 或者是开始学习 平常我们还要有一些同行善知识 那还要自己多思维 那剩下的就是等待世界成熟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寄送真的非常好 最后就是在这个时间 我们来一起共勉 祝福大家能够学习到 佛法的整个轮廓 佛法概论 就是佛的正法的整个轮廓 而修学习地 好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开人法师 现在请原波法师为大家开示 各位法师 各位佛友 大家好 相信安排这个课程 可能有些法医友 一开始对老师的振作 可能会一开始有一些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老师的事物 及时又广 透过几天的课程的授课 还有大家的研讨 我相信对于初学者 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正确 广泛的对佛法的指见 对于应该也有一些 酒学者 这次课程怎么开佛法概论 怎么是纲要的呢 我已经读过了 我甚至读到黑底书了 对这些酒学的华友 像我刚刚开人法师讲的 我也发现里面很多 看似简单带过的内容 其实后面连接到甚至可以对照到原始佛教 圣殿至极城的一些相关内容 而且在佛法的发展上 透过几句话 然后再去对照圣殿至极城 这些书也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所以有学者在重读 除了可以读得更深刻 然后也有这个功夫之心的效果 那另外一点就是 虽然我们是网路课程 少个实体课程 很多的麻烦工作 还是我们的这个基金会相关的工作人员 还是这个日夜帮忙联系做种种的安排 在这边也相当感谢他们的信号 那最后一点 我们透过这个集体的研讨 相对可以减少大家学习的一些障碍 来祝福大家早日入伙之间 得佛化身 谢谢大家 谢谢袁波法师 现在请长子法师为大家开示 诸位法师 诸位法友大家好 非常感恩 这一次呢 有这么多法师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 然后能够播出这个空堂的世界 来为大家一起来研习佛法盖论 那特别我们知道 我们的开人老师 开人老师 很忙 他是我们的一个 福音教师团里面的红牌 红牌就是大家都抢的药 所以他很忙 然后要很久很久才能约得到 他也很慈悲 他说这个 导师基金会的这一个活动 他都一定排除万难 来共同参与 那还有袁波法师其实他也很 因为我现在是暑假 暑假学院没有上 但是他们 常住还是会有一些事情 不像我们三位 然后在 在学院就没有课就没课了 那就不像两位法师在 各自的道场还有很多的这些法务 他真的非常地感谢 那当然虽然在学院还有两位法师 虽然没有像有法师 我只看法师那么忙 但是我们这个观赞法师 他其实平常很轻的 他都是深入思维空翼 然后能够愿意这样播出时间 这个离开这样的一个深入的空翼 来为大家来讲解 那因为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都一直担心 他觉得这个会干扰他 后来都是多余的 因为读导师的著作 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 他一定是不动第二个念 一定都是OK的 但是有时候 你看他那么紧静 我希望他能够扶持他 能够继续的这个圣洁空翼 这个上面去深入 那虽然是他在我们学院 算是最活泼的了 在我们学院的外号叫批语师 他很会讲批语 所以也很感谢他这一次 让这么深奥的课程 通过他活泼的一个解说 这次真的收获非常的多 如果有空一定去跟每个老师的课程 从每个老师他的一个讲解 他会用那些我们平常不太会想得到的方式 角度啊等等之类 都让我们有很大的一种收获跟法系 还有有内心的触动 原来佛法可以这样解释的太好了 对就非常的法系 那所以要感谢诸位法师 能够一起共同促成 这个讲座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授课部分 那这个课程要能够完成 还有很多这个其他幕后的基金会 以及基金会相关的这些义工 然后在背后台 能够经常的去注视一些状况去排除 虽然少了这个大量的工作 但是这一个法务上的工作 我要剪辑啊 很快就马上这些影音党就都上款到网站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在这边也是内心非常的感动跟感恩 那当然还有这个要能够促成这一次的讲座 还有大家诸位法友的参与 当这个听众 当当机众 要不然我们对空气讲 虽然也可以误得一点空意啦 但是总觉得有一点这个失落 那就是大家这么热忱的参与 那么样的一个提出问题 让人反思到 还有好多问题 我没有想过 或是有想过还没有想通等等 都让人能够再次的去反思 所以这次的音乐 感觉自己说过非常的多 然后也内心充满着这一种感动跟感恩 虽然都没有讲到课堂上的东西 但最后 看都是想感恩的话 最后就是透过这几天的演习 那大家 我也发现大家对于这个生活应用 这一个面向 被非常的这一个 提提提提 有很多的那样的一个问题 那即使这些问题 相信大家在去深入 去了解这些道理之后 大家能够去领悟到 这遇到这些问题 这导致这句话 可以启发我们 怎样去去化解这些烦恼 慢慢慢慢的就是自一指 法一指 当然有疑问一定要请 请进三十四 所以希望大家在共同的研讨 然后在法上面的这一种 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领悟 然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因缘之下 彼此增长 那最后祝福大家在这个三学 能够增上 不会能够增长 谢谢 谢谢长辞法师 现在请原物法师为大家开始 那作为法师老师 还有作为文物上的 佛友菩萨和佳佳 那时间真的过了很快 这期间就结束了 那刚听了作为老师的一些 开示或是分享 想到现代人 大概就是想学到一个东西 或是学问 就是要问那个所谓的实用性 什么应用在生活上 印象中 导师在那作作中 有一篇是关于他在美国 好像近两三个月之后 所学的一篇文章 他说美国这个社会是使用社会 好像学博没有得到这个效用 好像就不想学 所以他特别又提醒 那如果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篇 天明我大概有点忘记了 那另外的就是在这一周内 个人也是藉由跟大家讨论问题 那以及思维一下 各个提出的问题 怎么去运用到生活上 或者是举欲 那我们虽然是希望举的比喻 跟论的解释 或是导师的解释比较贴近 但也很担心这样的比喻 也很容易懂 但是是不是跟论 或是寄与导师的诠释 是不是完全的 就是贴近他的意思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不是很恰当的 我们再思维一下 或者以后有交流 再互相讨论 那这次的经过 我个人觉得是觉得蛮发行 也在次的就验证 或者是体验到说 读经读论或读导师的诸释 基本上是先是比较临近的 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 虽然是在读的过程 你还是要去分别 导师为什么读说 经为什么这么说 或者定义为什么这么不同 但是这样的分别 反正是让我们的心是更临近 跟读一般世间学问的书籍 或者学习知识 或者获得新的这些资讯 我们心的这种品质是不一样的 那我相信诸位也都是如此 那所以呢 虽然在这个 这一周 这七天内这么充实的 课法课程 那充实内心 把习充满 之外 我们应该要将这样的 把习要延续 所以在我们的日后的生活 应该慢慢的增加那种学习 不管你是要连读经论 或者是你要依着经论上的方法 去实践 主要的这些内容 所学到的就是要对自身的烦恼 要将这些所获得的知识 要把它当成一种知识 把它当成去检验别人的行为 再学再多 它可以回归到原点 理论跟实践 实践的部分就是要回归到 对自身的烦恼 那最后就祝福 我们彼此就祝福了 希望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 谷底道路上 持续的前进 那在过程中 是充满发起的 以上分享 谢谢原物法师 现在请观障法师 为大家开示 主约法师 主约学员 大家好 主约学员 一个阶段的结束 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主约学员 主约学员 不管我们 我们在7天的话度假 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收获不少 或者是自己觉得收获不多 我觉得都这个都非常正常 自己觉得收获多 自己恭喜自己 不用等别人来恭喜 自己觉得收获很多 自己恭喜自己 但是 不要得什么为止 我们觉得收获多 正好一直 收获多就可是我们现在的 能力比较强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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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我们这个能力强的这一部分 正好在文师 文师解写 那时候 我们就会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了解我们以前所了解的 会 以前所了解的 指的那个 我们现在的文师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医者眼文师 会看 同样的眼文师会看到更失刻 所以不要得什么 我们要对自己感到欢喜 而且可以给自己奖励 但是不要得什么 自己觉得说我好像收获不大 我说这个非常正常 我自己也常常 要在七天当中要收获大 我自己常常 有时候会 会 会受很多很多的一些打击 尤其在这七天当中 我们 所 文师的活法是非常非常的 不容易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 没有什么收获 非常非常正常 我自己实际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 其实我们活法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重视 就是一次的信息 一次的信息 所以这样的话 自然自然的话 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 所以 所以在这个接下来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的这个阶段 我们一样 就是还是一次一次的文师 终究终究 我们会从 来在爬 终究终究 不会永远在爬 我们终究终究 慢慢慢慢的在爬的过程当中 又跌倒 又跌倒过程当中 又爬 渐渐渐渐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走 可以站起来 而且 他跌倒 他跌倒 他也是跌倒的很关系 尤其会有旁边 有空间 在 在合伙者 就是商导 商导 在合伙者 我们三支支 或是同胆导 都在合伙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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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觉得好像不太满意 但是 这个都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或是都是先行的 所以 所以不管是 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 还满意 或是不满意的 都是一样 在新的阶段 开始 让我们 包括我自己 在新的阶段 开始 好好地 一步一步地向前 谢谢 冠葬法师的开示 2022年 应顺基金会佛法度假 圆满结束 再次 感谢师傅们 感谢大家的参与